好 所以我們剛剛小溪有講到套裝的這個部分 其實真的是日常生活當中 每一個細節真的都不能放過 但是又要讓大家有最簡單 最安全最天然的這個保養方法 那我們剛剛講到作文 其實女生很可憐的是 我們20歲第一道細文就會出現在眼睛旁邊了 就會透露出你的年齡 所以小溪在接觸到我們最新產品這一款 然後放的深海精 緊急是眼霜啊 你有什麼使用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我其實剛拿到這個眼霜的時候啊 我把它打開來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聞它的味道 因為我喜歡那個保養品的味道是很天然的 然後不是太刺激的 它不是那種人工的香料味道 是很天然的花香味 而且有一種味道 就你聞起來就是會有一種 讓你心情在不知不覺當中 好像很悅 對…就是很開心的感覺 所以第一個我喜歡它的味道 然後再來它的質地 是很…很… 很容易… 很痛 對…然後延展性很好 這個很重要耶 對…像你在塗眼霜的時候啊 就是手把一定要很輕 可是如果那個東西是比較難推開的話 你就一定會稍微用一點力嘛 對…那所以它的延展性很好 你就可以輕輕的稍微按摩一下 或者是按壓一下你的眼中 就不用擔心有時候有些保養品 其實它很難吸收 你就要用力推就會長作紋 對… 反而你還沒有保養好 已經增加更多的作紋在裡面了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今天也非常抱歉 邀請小溪來跟大家分享 這次的一個最新的心得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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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